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從裝備到服裝 制服 以至於其他種種 我們短期可以做到的 或者是中長期可以做到的 我們都盡量來做 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我們在處理的這件事情 我很高興 新北市政後藝市長 跟我拍胸脯 保證 他一定會全力來做 我們就在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做出一個典範 來照顧人民 照顧警消同仁最好的方案 我為什麼想到警消社會住宅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好的社會住宅方案完工以後 我去看 我去看以後 我突然想到有一點說 如果這個社會住宅裡面 住一些警消人員的話 這裡的住戶其實感覺會不錯的 也感覺會很安全 所以我就跟我們的花次長商量說 我們可不可以在社會住宅裡面 留一定的比例給我們的警消同仁來住 這個他也很快地就執行了 我們這個部長 更具企圖性的要加碼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警消專案的社會住宅 我相信將來我們也會針對不同部門的需求 有專案性的社會住宅 我們整體的住宅政策 我們社會住宅20萬戶 其中有12萬戶是興建的 8萬戶是包租貸款 今天我們給社會傳達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我們對在有特別需要的地方 對特別需要的人 我們為他們做了專案的社會住宅 我也希望這樣的模式 在今天成立之後 我們可以持續地再把這個模式適用下去 這個是我們體現居住正義中很重要的一環 也是照顧人民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案 最後 我們希望在這個國家的非常重要的政策領域 我們不論是中央 還是地方 還是各部會 我們都要通力 一起來合作 房屋跟房屋政策 是這個階段 這個國家最大的挑戰 好 謝謝